我要這樣講 只有民眾黨幹這個事 影響獨立審判 影響干預司法 只有他們這麼做 以前有沒有政治任務被審判 有啊 民進黨的時代 陳水扁進去了 民進黨有發動群眾去外面給你包圍 然後給你喊放人嗎 沒有啊 為什麼 民進黨知道最基本的界線 國民黨的馬英九前主席 當時三宗案件進去 國民黨有發動說群眾去外面抗議嗎 頂多就聲援 不會像民眾黨這樣子 踐踏台灣的法治 把群眾拿到外面去 然後對法官施壓 不斷跟你說放人放人 法官在裡面開庭 整天在那邊聽放人 會不會有實質上的影響 這就是政治干預司法嘛 政治干預司法 這顯然就是把手 政治的黑手伸到司法裡面去 法官在這裡面審案 為什麼只有這邊是異常 全部的是 我説同案生押五個被告 沈靜晶有沒有被他喊犯的 沒有 應小威有沒有人跑去門口給他喊犯的 沒有 彭政生有沒有喊犯的 沒有 應小威助理更不用講 沒有 只有柯文哲 唯一被施壓 立委帶隊坐在前面 民眾黨動員群眾 這是台灣法治 民主法治上面最負面的示範 民眾 不要這樣講 民進黨有政治人物 過去陳水扁 前主席 進去之後 林興會有人支持 沒有政黨去發動 到前面去這樣子施壓的 同樣的 馬英九前主席 山中安在裡面征訊 國民黨沒有動員 國民黨還是 就批評 但是沒有這樣子動員到門口去 用群眾的壓力去壓法官 只有民進黨做 台灣法治史上 民主化之後 沒有任何政黨會做這件事 只有民眾黨公然踐踏法治 這是台灣民主支持 黃國昌他們就講 檢察官要交代 就是說今天你是被 參屋查辦的對象 結果除了 繞廊去圍法院以外 現在用立法委員的身份 是要施壓地監署 我贊成帝應該講的 我們跟國民黨交手那麼久 大家有一條線在那裡 一般不會去踩那條線 民眾黨是很勇敢的 去踩那條線 但是我坦白說 就看看抗告的結果 如果一個政黨還是要這樣去操弄民粹 或者政治實力去影響司法的話 我覺得不分政黨 大家應該要捍衛那條線 你忘了管黨講嗎 要求檢察官把所有的證據 全部彈出來 他是這樣講的 所以所有的政黨不公開 都是對別人不公開 我們民眾黨全部要公開 那不直接政治力干預司法嗎 那我要講吳寶寢回 吳寶寢回其實是非常罕見 我說罕見 是因為你看吳寶寢回的 這個裁定的新聞稿 新聞稿裡面 我們職業律師這麼久 其實不是只有我們律師群組裡面 大家都討論 議論紛紛 其實幾乎算跟炸鍋一樣 大家在辦積壓的案件 被積壓的被告 你沒有遇到積壓庭的法官 直接從 他的要件就涉嫌重大 然後後面才有 竄證滅陣逃亡之語 才壓人 他是你看整份裁定 是後面那個 竄證滅陣逃亡都不用討論 為什麼 他前面直接認為沒有涉嫌重大 一般來講的 積壓庭的法官 不會審前面有沒有涉嫌重大 因為最政治調都有了 一般來說都會處理 後面說我沒有逃亡 或者我沒有積壓的必要 我只有竄證給我交保 通常都是處理後面那一段 整份裁定裡面 大概史無前例的出現 過去沒有出現過的 從涉嫌重大這一個 要件就直接拿掉 拿掉有什麼狀況 其實他的異常在於說 這個案子裡面的副市長彭震生 他已經在市議會的調查小組 去講說是市長交半 共犯跟同案的算證人 去指控說這個是市長交半 他怎麼可能沒有過涉嫌重大的門檻 這個叫做違反經驗法則 有同案共犯的指證 有指證說你這個 這個就違反經驗法則 共犯都這樣子講 他一定會過涉嫌重大的門檻 但法官在這邊突然轉換 你看台北地檢署在金華城案 身壓五人 從應曉薇 沈慶金等等 身壓五人 順利壓了四個 代表他其實 捐證資料是有的 可是遇到阿伯 突然為什麼這個才一定會轉彎 他從涉嫌重大這個排除 我們之前在辦案 為什麼律師群組裡面 討論有點像炸鍋 我們有其他的律師在 同樣情況跟法官 接壓庭法官說 這個其實沒有到涉嫌重大 那個法官面絡不屑 就不屑就是說 檢察官會生壓了 涉嫌重大就不用討論 你實體辯護後面再去 直接說大律師 會被虧耶 所以這種情況是 知識異常是 居然從涉嫌重大門檻直接拿掉 這個是違反經驗法則 而且他有同案被告的指數 而且還有更誇張的是 全台灣都知道 柯文哲現在在辯稱 他後面才知道 這個龍獎有異常 之前的議員 苗博雅的那個質詢畫面 在網路上瘋傳 他直接問阿伯 阿伯說 柯文哲說他現在才知道 那個時候就被問了 影帶都有 好幾個議員都問過 這個就是公然說謊 這個公然說謊 全世界都看到 全台灣都看到 但是誰相信阿伯的說謊 就是這個法官 法官說他就真的不知情 全台灣都看到說那個影片 苗博雅就問他說 你龍獎那個問題 金華城怎麼會這樣 柯文哲後面說 我那個時候不知情 我現在才知道 法官相信 全台灣都不相信 就只有法官相信 所以他的異常在於 違反經驗法則 全台灣都看到阿伯在說謊 但是只有 這個法官相信阿伯的說謊 全台灣都知道 彭正森在裡面 共犯指數 這個當然是涉嫌重大 共犯指數市長交半 然後只有法官認為說 這個沒有涉嫌重大 這個是荒謬的 第二個是什麼 其實他就會牽涉到說 高院之前在鄭文燦案 留下了一個見解 實質影響力 卸任市長 有實質影響力 卸任市長 柯文哲 卸任市長 不只卸任市長 還是現任黨主席 會沒實質影響力 所以這個見解 我認為 北檢看告到高院去之後 高院就會在面臨說 我剛才講的 違反經驗法則上面 共犯都指數了 而且現階段 本來被指控說 逃亡的共犯 台北市的執行秘書 少姓執行秘書 今天也都碰到林鄭署去了 他的證數會怎麼樣 他都新的發展 後面會不會有其他的 串政的問題 都還是一樣問題 我要說 其實在這個案件裡面 干預司法有沒有效果 大家在質疑是說 你看一群小草 在民眾黨發動員的情況之下 到法院全面去 我們在法院裡面開庭 平常日可能會比較吵 假日裡面會在開 外面喊很大聲 裡面法官都聽得到 當所有的人 幾百人在外面給你喊 放人放人放人 法官有沒有聽到 有 這個壓力是什麼 我要這樣講 只有民眾黨幹這個事 影響獨立審判 影響干預司法 只有他們這麼做 以前有沒有政治任務被審判 有 民進黨的時代 沉水扁進去了 民進黨有發動群眾 去外面給你包圍 然後給你喊放人嗎 沒有 為什麼 民進黨知道最基本的界限 國民黨的馬英九 前主席 當時三中案也進去 國民黨有發動說 群眾去外面抗議嗎 頂多就深遠 不會像民眾黨這樣子 踐踏台灣的法治 把群眾拿到外面去 然後對法官施壓 不斷跟你說放人放人放人 法官在裡面開庭 整天在那邊聽你聽放人 會不會有實質上的影響 這就是政治干預司法 政治干預司法 這顯然就是把手 政治的黑手 伸到司法裡面去 法官在這裡面審案 為什麼只有這邊異常 全部的是 同案生押五個被告 沈靜晶有沒有被他喊犯的 沒有 應小威有沒有人跑去 門口給他喊放的 沒有 彭正聲有沒有喊放的 沒有 應小威助理根本不用講沒有 只有柯文哲 唯一被施壓 立委帶隊坐在前面 民眾黨動員群眾 這是台灣法治 民主法治上面 最負面的示範 民眾 不要這樣講 民進黨有政治人物 過去陳水扁 前主席 進去之後 林興會有人支持 沒有政黨去發動 到前面去 這樣子施壓的 同樣的 馬英九前主席 三中安在裡面偵訊 國民黨沒有動員 國民黨還是 就批評 但是沒有這樣子動員到門口去 用群眾的壓力去押法官 只有民眾黨做 台灣法治史上 民主化之後 沒有任何政黨會做這件事 只有民眾黨 公然践踏法治 這是台灣民主支持 可是會不會有一個效果 就是 結果大家看到說 糟糕有效 所以以後 就如法炮治 黑幫的老大如果壓在裡面 他繞來的人 比那一群還多 看誰有效 第二個 林正選還沒意思 你為什麼不連彭震生一起救 要多喊一個人 會不會多放一個 第三個 你知道嗎 不只這個動作 今天 黃國昌他們就講 檢察官要交代 就是說 今天你是被 參屋查辦的對象 結果用 除了 繞廊去圍法院以外 現在用立法委員的身份 是要 要施壓地檢署 我贊成D應該講的 我們跟國民黨交手那麼久 大家有一條線在那裡 一般不會去踩那條線 民眾黨是很勇敢的 去踩那條線 但是 我坦白說 就看看抗告的結果 那如果 一個政黨還是要這樣去操弄民粹 或者政治實力去影響司法的話 我覺得不分政黨 大家應該要捍衛那條線 我可不可以再短短補充10秒鐘 就是說我覺得民眾黨的標準 也真的很特別 一方面說 這個北檢真的很可惡 竟然都會帶風向 放消息給特定媒體 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有 北檢你要給我講清楚 你為什麼要把他押進去 到底是要講還是不講 所以司法偵查中案件 到底什麼時候該公開 什麼時候不可以公開 你要不要告訴大家 要不然我認為北檢的檢察官 一定會說 糟糕我這個時候到底 到底你會要我公不公開 你不要這樣造成人家困擾 他的偵查不公開 他的偵查不公開 就是對外界不公開 你忘了館長講嗎 要求檢的官把所有的證據 全部彈出來 他是這樣講的 所以所有的偵查不公開 都是對別人不公開 我們民眾黨全部要公開 他不是直接政治力干預司法嗎